有的黄逆胎也不能轻热 闻阳驱失也是一个思路 大家一看到逆胎 就会想到谭诗众 而且位置多在蛇中 蛇根处 这多是由于诗邪旺盛 庸祖在中下胶所致 而中下胶为脾胃 肾 所以谭诗众多和脾胃肾 这两脏一幅有关 再说蛇胎的颜色 蛇胎颜色多分为白逆和黄逆 白逆多为阳虚 化不开诗浊 欲含形成寒诗所致 黄逆多为肠胃湿热运解锁致 但黄逆胎除了湿热 还有二种病因常被忽视 时机阳虚失智 一 即时顾名思义就是消化能力变差 尾中食物不能及时被消化 堆积日久 就会生湿化热 导致蛇胎黄后逆 二 那阳虚导致的湿至蛇胎多见是白逆胎 黄胎又是怎么回事 在临床中 多以虚寒邪湿和阳虚水肿的类型 多见黄胎 这是因为湿灼重灼粘腻 流动性差 易停滞 而阳虚 温蓄气化不了它 就会育而化热 就像受潮的麦堆 被水浸湿后会堆积化热 出现黄胎 那这种黄胎有着几个特点 一 舌胎颜色往往是蛋黄或灰黄色 二 舌胎虽黄 但舌胎基底是白色 不像湿热基底是深黄和老黄 三 阳虚舌体是滑润 胖嫩的 而湿热体是干燥或舌尖有红点的 四 阳虚舌质蛋白绍滑 湿热舌质发红 那在症状上 常表现为 浮肿 腹部冷痛喜案 怕冷 精神差 面色苍白等 那这种情况 建议用温阳甚湿的思路 千万不能用苦寒的思路